新冠病毒入侵台灣滿兩年了 也是醫界第一次和他正面對決 來看我們的專題報導 在新竹縣當時最高峰 落在爆發大規模長照感染 當時大量採檢和救治 面對看不到的病毒 醫生和護士都壓力爆表 這場生死之戰 一塊來感受前線醫護的心路歷程 今天我們要公布的案例 總共有474例 那兩例是境外移入 我們這群人其實沒有經過SARS的洗禮 那一開始接觸就是新冠肺炎 那其實大時候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 坦白來說其實很簡單講一句話 就是大家都很怕成為破口 醫院急診室外頭搭起採檢站 是揪出病毒的第一線戰場 醫護人員都要著全套裝備 那其實在半個小時 大家就已經開始是受不了的狀態 那通常四個小時在換班的過程 在拖下裝備的時候 其實裡面都已經是濕透的一個情況 鼻炎採檢 防堵疫情 儘管小心再小心 新农縣還是爆發大規模的 長照機構確診 很多類似的那個長照機構 送來的病人其實都是 大家都可以想到的那種病人 都是非常的無力 然後身體非常的虛弱 有時候甚至是意識不清的那種 那種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我們還是很緊張 那我們還是會手忙腳亂 可是我們每次經由一次次的經驗之後 我們一直去改變我們的流程 不只是第一線採檢的壓力 當我們的檢體下來的時候 還要到這裡先進行去活性 接著我們往下面走 去完活性的檢體 來到分身室要來抽核酸 抽完核酸之後 所有的檢體會有專門的通道 往前面送 接下來就要進行PCR的採檢 而陳靜最高峰一天就要抽700件 但是醫院的量能 只能達到400件 採檢完的時候已經滿晚的了 但是他要隔天上班前要知道結果 所以當然就是沒有睡覺 結果沒有睡覺那天就是 一直工作到凌晨的6點 那時候我騎摩托車上下班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騎一些比較小的路 我就會大聲的吼叫一兩聲 就停紅綠燈大叫一下 沒有人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自己的紓壓方式 推開沉重的大門 確診者住進負壓隔離病房 面對看不見的病毒 彷彿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戰役 心裡一直害怕 病患會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閃過去的話 可能你一個失神 你可能就會做出任何對病人有壞 或者是害到自己的一個舉動 是一般熱心的民眾 在疫情的期間 都會非常的主動提供一些物資 可能是簡單的一杯飲料 或是一個便當 對我們來說都是 非常非常覺得很感動 很有價值 天天身心俱疲 民眾關心成了支持力量 辛勤留言板彼此加油打氣 更設置對講機 每天對病友信心喊話 碰上生離死別 難以接受 與勇敢面對拉鋸著 我們在這個整個照顧過程中 其實確實有一個病患 就已經是離開了 我在江戶病房是工作比較久 所以你說還是多少都會捨不得 最大心理壓力怕把病毒帶回家 隨時做好一旦染疫 要和家人離別的準備 很害怕說即使我著裝了 非常完整的狀況 下次也會帶一些病菌回家 我就跟他開玩笑就說 我有一個流浪天海小包包了 當我跟你說 請你把這個東西帶來醫院的時候 那表示我有可能被染疫了 齊心抗疫走過兩個年頭 壓力和煎熬人歷歷在目持續著 疫情雖然趨緩 白衣天使依舊不敢鬆懈 挺過了最艱難的抗疫上半場 下半場仍要奮戰到底 扛起信念負重前行 堅守這一道守護民眾的防線 我是感染科醫師 當然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是第一線上戰場的 沒有什麼好說的 身為醫護的人員 我們不守住 我們的家人跟我們的病人怎麼辦